大家好,我是接著是中文版的Stoke Yveser先生 我們今天在這裡看到,是一個GIGABYTE新出的平板 其實它不是用最新的Intel Hustle的處理器 它也是用I-3 Bridge 都是I-3 Bridge i5,1.8GHz 另外有256的SSD 但除了規格之外,它比較特別是它的設計 就是說,我們可以先看一看它的後面 就是說它有一個好像Service的Stand 這樣就可以看起來,令它直接可以Stand在那裡 而且它因為有兩個像膠的關係,它可以調整角度 它調整角度也是可以的 主要的原因都是來自這一塊像膠 令到它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令到它可以攝住 後面有500萬像素的鏡頭 鍵盤在前面,就可以配搭鍵盤來用 鍵盤就是一個50美金的選擇 摸上去其實就,比起Service就好一點 都是一個有一個實體實感的鍵盤 但是當然它也會厚一點,大家看到會厚一點的一個厚度 我們拿起鍵盤看看,它下面就是靠一個連接器 做這個效果的,其實都有點像Service 整體的感覺就是,右邊就有很多的Port位 HDMI, USB, VGA,音量都會有 另外一邊就會有3.5mm USB,有開關 這兩個是什麼呢?這兩個其實就是左右鍵 就是Mouse 的左右鍵 它的做法其實就是,我們在手拿著的時候 我們可以手拿著的時候 先看看 可以用這個Mouse 的 用這個Mouse 的做法就是做這個Mouse 然後就左,右,就可以動到這個Mouse 就可以用到一個Mouse 的功能 讓你在手持的時候都可以做到的 它是一個11.6吋的IPS 的一個屏幕 那,看過去其實都還可以的 但是因為它靈面,我們加上這裡的話 就會反光其實比較嚴重一些 那,基本上的感覺都算不錯的 不過,如果拿起來蓋起來就會 跟一般的Notebook就差不多的厚度 不算特別薄 但是,考慮到它這麼多Port位的話 我呢,根本也沒有辦法 還有,我們都看到它已經做得很盡的了 這個就是我們在這裡 今天看到的一個 這間Gitabyte 的S118